我是通電局 我在裡面就是很陽剛啊 甚至我打撞的速度比一些肌肉男孩快 那時候焦慮到 就是我只要看到反射的東西 我就會開始爆哭 因為以前是在澎湖 比較高級的長官都在台灣 所以我們要視訊去做退伍的面談 然後就要頂著一個大光頭說 我覺得我自己是女神 很難受 今天我們邀請到夢想成為 台灣衛娘AV女優的小君 嗨 大家好 我是小君 幫幫我自我介紹一下 今年幾歲 今年27歲 幾公斤 53 幾公分 170 NBTI 我沒有測 這個名字是你的本名嗎 小君 還是你後面改的名字 算網民 開片的事情有跟長輩說嗎 就是說媽媽我想找NBTI 當然是不會說啦 但是我爸都有加我的社群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都知道 你爸有加你的社群 對 我都沒有在嘗的 OnlyFace之類的 不是不是 就FB啊 IG啊 他都有看 那我FB跟IG都有連接到 我的那些作品上面 哦 所以他應該都知道 有一個遠親 然後他說 我在某個平台上面看到你 那他有給予什麼評價嗎 他就說你太晚出道了 我覺得你應該再更早一點跨出去 如果有一天爸爸看過你的片 會跟你說些什麼 不要跟我說些什麼好了 那請那些男友過來要付錢的成本嗎 因為就像你現在也說 人家在自拍片 也就是說沒有劇組嗎 通常都是互惠劇組 也就是互相給流量啊 然後放到一些訂閱平台上面 去賺一點零用錢這樣子而已 所以其實就是拍攝的成本 就是衣服啊 然後一些設備的錢 其實就差不多就是賺的錢 因為我有聽到你說你喜歡的是女生嘛 那當下也在拍片的感受是怎麼樣 就是在跟男生發生關係的時候 一方面就是我想要創作 那一方面就是我覺得那個是像吃飯一樣 那我對女孩子就是會比較容易有感情 但是對男生的話 當下那個樣子跟那個劇情很漂亮很唯美 我就會有反應 因為我有到正式片場過 我覺得那個是完全不同的環境 那個真的就是要考驗你的演技 然後再加上有吃荷爾蒙 那個反應會比較遲鈍一點 我應該是少數有在HRT 然後還會吃為了鋼的人吧 應該很多人不能理解 身體有心搞壞掉耶 偶爾 偶爾 我覺得餵娘黑命理由最難的點 可能是也有沒有反應 會被外人給看出來 可能馬上就軟掉了 然後大家就覺得 那你其實沒有 你是嚴的 對對對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女性那邊女優的話 欸 她也只是處於被動式 所以變成一般的演技即可 所以這方面可能就是我更需要劇情去投入 對其實之前去過片場就是有嘗試在別人面前脫衣服 可是我發現我一點反應都沒有 你是希望自己的那裡是可以起來的 對我覺得會有會比較有效果 不一樣的效果 對啊對啊 然後我本身又有一點劇情控 就是會想要把餵娘的作品翻拍成真人版 就是那種我明明就是不喜歡男生 可是我下面卻有反應的這種劇情 你合作過哪一位就是男優是你最滿意的 宅宅 怎麼說 為什麼 他是很認真在欣賞我的 就是有一些人跟我合作 他可能就會嫌說你沒有胸部 會一直去叼你說你不夠像 哪一個點不夠像女神 可是他們叼的點我都很疑惑說 就是在他們眼中的女生到底是什麼樣子 真的每個女生都是那個樣子 就包括胸部這點來說 其實平胸漂亮的妹子也很多 那為什麼你們要一直來問我說要不要做胸部 如果我是一般的女生 他應該也不會想要這樣問 有很多人買我的片就說 他們好像本來不能接受男生 居然可以接受我的片 然後我就說沒有你沒有我彎 你還是直男 你只是不在意器官而已 那你出社會的第一份工作是什麼 是願意 為什麼 就是我大學雖然女裝到 也可以自在的在外面女裝生活一整天 但是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應該就是就這樣子就好 而且我也不敢讓家人知道太多 那我就做一個穩定一點的工作 然後假日的時候可以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買一些女裝 對對對 就假日的時候穿就好 那時候是在胸部當的 然後我是 這是通電局 這是通電軍 對他也是算陸軍 那個我們的專業叫做多波道 多波道 多波道 對對對 然後那個工作內容就是 我們要隨著戰鬥部隊去移動 然後把天線塔架起來 然後那個天線塔有三層樓高 三層樓 對 我還以為你剛剛說三公尺 沒有沒有三層樓高 然後要再 就是要把這麼大的一根地裝 然後用榔頭把它打到土裡面 因為這樣才能固定 然後才能把那個天線塔 拉起來 所以是很粗重的工作 然後有可能會死人的 跟著部隊行進 就是說也要把那個天線塔帶著嗎 對 就是它是可以拆裝的 那時候部隊裡面都會講 血見多波道 就是很容易見血 包括你在拿狼頭 然後再把這麼大的地裝 敲到土裡面的時候 你的手很容易破皮 然後就是會有很多血啊 就是水泡啊 當兵裡面有遇到什麼有趣的事情嗎 因為你的身分 我一直都沒有太隱藏自己的身分 現在當兵也都會加LINE什麼的 那很容易就是連結到你的社群 那我的社群就是還是女裝的樣子 然後包括我在部隊放假的時候 我也是會用女裝的樣子 跟長官跟同事出去玩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是會穿女裝的人 然後大家都對我蠻好的 今天小君那個狼頭給我今天幫你敲 當然沒有 我在工作的時候是完全不同的狀態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我放假時候的樣子 我不應該把它帶到軍中 所以我是分很開的 就是我在裡面就是很陽剛啊 然後很專注在工作上面 對 甚至我打撞的速度 比一些肌肉難還快 對對對 因為如果你表現得很陰柔 然後你又把這個東西帶到部隊裡面 然後去影響到你專業的成績 然後影響到別人 那別人一定會覺得你很奇怪 感覺就是在吃什麼性別正宿餐之類的 對 我不想要被這樣講 然後我又一直很懂得怎麼保護自己 對 就是我在部隊裡面 我又更要求自己成績要比一些肌肉難更好 我那時候在部隊裡面的暱稱 就是大家都會叫我小妹 小妹 對 對啊 就是蠻開心的 就是大家還是蠻接受我 是有一種整個部隊都就是掌上明珠的感覺嗎 有一點 小妹 小妹 對啊 你當多久啊 我當兩年 我是簽四年 然後第二年就是 現實生活中遇到第一位我認識的跨行別 我第一眼看到姐妹的時候 我就整個焦慮大爆發 因為我一開始不知道 原來吃藥可以改變身形 但至少看到她 我就會覺得 哇 她的身形是女孩子 我就有點像是看到了希望 開脫了眼界 可是我還拿不到那個東西 因為我在軍眾 所以我那時候就非常的焦慮 那時候焦慮到 就是我只要看到反射的東西 我就會開始爆哭 然後哭到手馬腳馬 就是哭到整個營區都知道 就是我很難過 但是他們可能還 那時候還不知道為什麼我會那麼難過 他們以為是憂鬱症 然後我就放假的時候去看精神科 然後去跑拿藥的流程 因為軍眾滿缺人的 他們會一直確認說 你為什麼要退伍 為什麼要退伍 因為以前是在澎湖 然後比較高級的長官都在台灣 所以我們要視訊 去做退伍的面談 然後就要頂著一個大光頭說 我覺得我自己是女神 然後就很尷尬啊 就是還蠻痛苦的 就是你看著視訊裡面的自己 然後你說你自己是女神 的那種感覺 就會覺得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那你很難受 很難受 聽說你穿女裝被爸爸毒打一頓 對 原因是因為我在國小的時候 然後在網路上看到 一個很漂亮的未娘姐姐 然後她給我的衝擊 比一般漂亮女生給我的衝擊更大 然後我就很想要成為她一樣 我就開始偷穿媽媽力 然後就有一天 我爸在我房間睡午覺 然後她就發現 我枕頭下面有我媽的睡衣 我忘記收了 可惡我很後悔 然後她就從那個枕頭下面 湊出我媽的睡衣 然後一手拿著衣架 然後說這是什麼 然後就開始打 我都還沒解釋 毒打 對啊 如果媽媽當天晚上 如果要跟爸爸開戰 然後正在找那間性感睡衣的時候 找不到 怎麼辦 說不定他們就是要找那間睡衣 然後才從那個枕頭下面找到 你剛剛想想借了多久 然後才放回去 當下就放 只是可能那天我也忘記為什麼 我會忘記放回去 啊 因為我不只會穿睡衣 就是連我媽內褲都會穿 就覺得那個很可愛 整套呢 對 就蕾絲啊 對對對 而且她根本沒有等我解釋 她就直接打 直接爆打一頓 對應該是有看到 你會拍照傳到網路上嗎 那時候只有一般的那種 按鍵的手機 然後也沒有什麼網路 但是就是會學那個 我當初看到那個衛娘姐姐去拍照 你爸到哪裡去啊 沒有發來就存到手機 因為那時候都還沒有社群 我想說是發到家庭全組裡面 如果是現在的話 可能我會比較陰暗刀 現在發到家庭全組裡面 應該沒有關係了吧 沒有關係啊 沒有關係 爸爸也都接受了 爸爸 就是我剛才有講到 我爸媽可能是衝衝結婚的 然後他們現在是離婚 所以說我爸那邊是都能接受 但是我媽那邊就不行 但是其實我在國小到大學這段期間 我內心其實都有一點點想要 打扮成女神的樣子的想法 但是我藏得很深 因為我一直都很懂得保護自己 以前在求學的過程 就是交到的朋友啊 可能國中高中 可能一群男生嘛 那可能裡面有一個 比較陰柔比較娘的男生 他就會被笑和娘槍之類的 那其實我都是會在旁邊點頭附和 可是其實我內心聽的是很不舒服的 因為我一直想到我國小做的那件事情 然後我會覺得我很奇怪 然後我可能會也會被這樣講話 所以我就藏得更深 然後心慰劇之也都滿男生的 所以我以前是會在拍球場上 然後下雨天然後脫棒上衣 在球場搭球的那種人 這麼熱血 對啊 這麼熱血 就是其實我也不排斥男生的狀態 然後我覺得男生就是 男生的我就是要帥 然後要這樣才能吸引到女生嘛 然後我剛好又是喜歡女生 今天其實就是想要帥 這麼熱血